她拿走了本该属于你们两个人的荣誉 你没有拆穿她 有想过啊 但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 却已经掉进了对方的陷阱里面 在交云之笔案最后一笔画稿之前 我和萧莉有一次会面 这是最后一笔画稿了吗 对 我们马上就要高考了 得断网一个月 七月七五那个账号 我可能不能经常登陆 没关系 交给我和小鹿就行 你安心准备考试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死机了 怎么办 大概是主板进水了 都怪我 这样吧 这台我先拿回去修 回头我再给你拍一台新的 那麻烦你了 我永远没有想到 就看着满怀真诚的牵液下面 却藏着别人最歹毒的心思 因为断网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署名被磨削掉 因为有原话稿的电脑在对方手里 七月七月七五的账号又被更改了密码 我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 哪怕是那个时候被人泼了脏水 也无法替自己发审 他们怎么灭你的 当时我的小号上面有上传几张云志别案的原画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被直接挂到了论坛上面 那个时候的书粉就直接断定我抄写了陆清武的话 当时的我被骂到消耗材料事 那时候的我身名狼藉 要不是曼草收留我 说不定我早就出圈了 所以我才改了画风 画名 后来转到了我最不擅长的少女们 所以我再也不想牵扯到这段过往里面去了 我说完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鸵鸟啊 遇到事情只会逃避 但是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子的噩梦了 我也不想让欣欣他们担心我 别说了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我也很护短 所以在我插手之前能处理好吗 能 不过呢 也别太早下结论 可能我们只看到事情的一面 嗯 那几站搭档署名这件事 究竟是谁干的 连你也怎么看我 觉得我抢了她的署名 如果我告诉你 是她背叛我在先 你会信吗 解约 放弃署名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她自己的决定 也许她另有打算 不想和你一起捆绑 也许她根本不想和你搭档 也许她根本不想和你搭档 七年 回我电话 七年我有话跟你说 请立即回复 不 别来找我 然后我就被拉黑了 对方也彻底从我的世界消失 断了所有联系方式 再见面的时候 还见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不是拿了奖就是好事 这些年 我一直被云指彼岸束缚 不论我再怎么努力 别人还是会拿过去做对比 我也一直活在她的阴影里 就连你这个狗屁不通的小子 也跑过来责骂我 她不如不去一样算了 她不如 一直做个三流漫画家算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你的错 如果 那究竟是谁在背后导致这一切 啊